哈囉我是帥哥 歡迎來到束褲3C團 購買智慧型手機最重要的配件 就是螢幕保護貼 而現在呢 學著隱私的高度重視 大部分在選擇 都會選擇的是 防虧的螢幕保護貼 螢幕保護貼呢 不論是自己貼 或是你到門市前家幫忙貼 就是有種專門在貼模特兒的人 都會非常的困難 所以就是今天要開箱這個厲害的東西 由LIFRENT推出的 零失敗系列隱私貼 隱私貼就是他們的防虧系列啦 那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誒誒誒誒誒等等 先不要急著按跳過 先幫我們按一下下面那個訂閱 就是你那個左下角旁邊那個訂閱 沒錯把它按下去 謝謝 外觀上呢 你就可以看到了 這一個LIFRENT他們的 零失敗系列的特色 而背面呢 就是他的一些操作的教學 開箱之後內容物就是這一個 零失敗系列最主打的這個對位器 那以及 我們知道我們在貼保護貼之前 你可能要清潔螢幕 打開了對位器之後 下面還附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就是我們選擇了 開箱的內容是搭配iPhone 14 Pro 桌面上會變得悄悄版 可能不方便你貼 所以他提供了這個 針對你的手機 完美的 讓整個墊高 跟鏡頭一樣高 方便你去把螢幕保護貼 或是對位器更好的平放在上面的 這個墊片 在安裝上其實非常簡單 LIFRENT的零失敗系列呢 它其實主打就是三個關鍵 蓋上 按壓 拿起 一開始你先把你的手機 放在這個墊片上面 接下來就是拿出它的清潔包 把它的把你手機的螢幕清理乾淨 你就把灰塵啊等等的 把它確實的清除掉 你只要確定你的螢幕上沒有 接下來就是拿出它的 專利對位器 撕開下方的這個螢幕保護貼的保護膜 然後對位蓋上 那其實這個對位蓋上呢 非常簡單 因為它其實有一定的厚度 就是它有一個重聲 所以你其實只要放上去之後 它就慢慢的自己找到對的位置 然後你就 按壓 按壓下去之後 下面有一個 拉痕 然後你只要輕輕小心的把它 拉出這個溢拉膠 接下來就是 把你的對位器拿起來 然後撕下它的膜 你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 其實有幾個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你只要確定裡面是沒有 灰塵的 那如果有氣泡的話 你只要簡單的用你的 剛剛的試鏡布呢 去把它塗抹擠壓掉就可以了 就是這麼的簡單 就是這麼的零失敗 LiveRate隱私貼 就是我們講的防虧保護貼 它最大的好處就是 你今天波紋是在咖啡廳啊 你在使用上 你總是會擔心身旁 你就知道台北的咖啡廳 其實旁邊的位置都很擠嘛 所以你可能旁邊的人 只要一回頭 就會看到你手機在幹什麼 不管你今天是工作啊 打密碼玩遊戲 有些時候其實 對我會不希望人家知道我在玩遊戲 或是我可能不想要知道我在看影片 防虧的玻璃保貼 就可以讓你減少這種 隱私洩漏的感覺 你會覺得你的隱私性很好 即便你在公眾場合 或是你在圖書館也是 你今天不管在圖書館的使用 搭公車 搭公車有些時候什麼 有些人比你高 或是其實很擠的時候 旁邊的人就會看到 而防虧鏡的好處就是 你的身旁的人 幾乎看不到你的畫面 就是很 它會非常的暗 甚至是幾乎在某些角度上 是完全看不到的 你可以有非常好的隱私 在公眾場合去使用你的手機 防虧鏡其實大家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它會不會影響到我的螢幕指紋辨識 又或者是我的螢幕上面的 臉部辨識的功能 Livfriend的影視貼呢 它有獨家在你的Face ID上面 做了一個開孔的設計 所以說它的防虧功能呢 並不會影響到你的平常的解鎖 所以你今天去超商啊 你只要去行動支付 Apple Pay 又或者是你今天 可能就是手機 你是用臉部解鎖 要去滑動的時候 你單手在使用的時候 都不會被這種防虧貼片的一些 這種防虧的問題而影響到 防虧保護貼的好壞呢 有兩大重點 其實我知道很多人 都在網路上一些購物的平台 什麼叉叉啊 叉皮啊 你就可以買到很多便宜的 這種防虧保護貼 像我就買過68塊還有98塊的 那剛剛講到 兩大重點是什麼 第一個是防虧的角度 一般你在網路上購買的這些 它的角度呢 很優秀的也大概就是 防虧30度左右 那甚至呢 我也買過那種大概40度了 就有跟沒有差不多啦 而我們的ZFRIM的影視貼 它現在已經優秀到 可以來到26度的防虧角度 它其實那26度其實非常的小 等於說其實你站在我旁邊 你幾乎就看不到我的畫面了 你必須要差不多在我的正後方 甚至要跟我並排 然後投在我旁邊這個角度 你才有機會看得到 而第二個重點 透光率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要具備防虧的效果 它其實在透光上面 一定會有被影響 大部分的防虧 所以它透光率50% 就是螢幕亮度的50% 能夠透出來就很優秀了 而ZFRIM的影視貼 它已經來到60%以上 這是優秀更優秀 實際對比白牌的 這種防虧的保護貼呢 我們用一整天下來 用ZFRIM的影視貼 我的電量大概可以剩下30%左右 而如果我是用白牌 不好意思一天都撐不到 大概可能到下午晚上傍晚就沒電了 而ZFRIM的零失敗系列呢 我們剛講的它既然是系列 所以它當然不是只有這種防虧的影視貼 它還有零失敗 薄金貼就是高透光 還有零失敗舒適貼就是抗藍光 零失敗透視貼 AR抗反射 跟零失敗電競就是霧面的設計 而這些零失敗系列呢 它有三個共同的特色 第一個就是超好貼 他們這個專利研發的對位器呢 就是一概集貼零失敗 第二個就是超堅固 它使用的是世界前三大玻璃廠 日本蓄銷子 AGC我相信應該有些人會有聽過 他們的鋁系強化玻璃 它是抗摔防刮超強 就是你今天不管是遇到美工刀 或是可能有一些釘子啊 說最重要就是鑰匙啊 很多人手機就會跟鑰匙放在一起 那它就有達到很好的抗刮的效果 而且呢這一家玻璃廠商 它的應用呢其實都是應用在 頂級的車輛奧迪啊 或者是賓室保濕節 這種高端的跑車上的玻璃 第三個特色 它就是超抗污 玻璃表面是使用了 真空電鍍奈米塗層的技術 抗指紋 然後還有抗油污 那這種所謂的抗指紋抗油污 就是即便你上面有沾附了 它也可以很簡單很輕鬆的 就可以把它清理下來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段時間大概兩週了 來使用D-frame影視貼的心得 我不得不說它的一貼上去 那個透光螢幕亮度的感覺 是真的非常的有感 就跟過去我在使用 一般的防窺來說 它就是那個亮度是足夠的 而它的售價呢 就在畫面上給大家做參考 最後小小跟大家提醒一點就是 防窺設計啊 大部分都是使用 類似百頁窗的概念 讓它產生一些角度上的一些遮蔽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 使用這種防窺貼片的話 你可能會有一點不習慣 如果你很仔細看 就是對於什麼4K、2K、8K 你覺得你眼睛是判斷的出來的人 你會覺得說怎麼感覺有點 怎麼一格一格的感覺 對那是需要一點時間來習慣的 大概一般人來說 你可能用個半天 你就會習慣這種防窺貼片的效果了 以上就是這一次 Refram 零失敗影視貼的開箱體驗 我是阿貴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